各位网友,整个月没有新影片 为什麽呢?因为我去做一份TEM Job 做了四个星期,就在这个Phoenix 的药品批发公司做 这份工作很简单 就要由家坐巴士,然后走15分钟 就去到公司,整个过程只有30分钟就可以回到公司 其实都很方便的 下巴士走这条路都很好走 这个是Escobray 其实人口,2016年的资料有75,000多人 就是Scotland 第六大城市 其实他离开Glasgow City Center 如果坐巴士是45分钟至1个钟 视乎塞不塞车 你看到元老这些,叫做Ex Council House 其实就是Council几十年前,建设这些居民 他们当时买,当然很便宜 现在就可以自由买卖了 你可以买来住或者放租都可以 这里的天气,你看到冬天有时候 有些毛毛雨,但也有太阳 很多时阳光都很漂亮 而且间中会下雪,有几天也会下雪 而且看到其实车不多 而且这里的人都算很友善 而且在这里生活比我想象中方便很多 因为以往对外国的认识就是说 你没有车,就等于离开了 其实在这里,我住了这么久 已经4个月了,一直都是搭巴士 而且只搭过一两辆巴士 已经去到我所需要的地方 而且时间都很准时 而且路程很短 如果我从家去到town center 其实只需要8分钟 其实town center 什么都可以买到 剪头发,银行,油谷,什么都可以 这就是工作的地方 其实就是不断将药盒 堆上去堆上去堆到三楼这么高 它就会自动有需要 将药盒送到生产线上 送到那个运输带 放出去送货 其实有手有脚系人都做到 有呼吸就做到 但是忙的时候也挺忙的 但是有很多时下午很清闲 然后就慢慢喵喵喵喵的 扮一下有工作 那些时间就比较好 想中这位人兄就是一个墨西哥籍的同事 这个墨西哥同事就惨了 他头尾回了四天工 就被人解除了 他也很无奈 他住在Glasgow Town Center 开车过来 他说是25分钟 其实他本身之前是住在美国的 美国好像是住在Florida 之前是做Amazon的 其实有谈有谈 他还打算可以认识到一个朋友 他老婆就是苏格兰人 所以他就和子女过来 斯克兰那里住 其实也很想在这些环境 认识多些朋友 学多些英文 尤其是苏格兰的Action 真的听来听 他不知道他说什么 但是始终又认识不到很久 因为这份工作只做了四个星期 星期五 最终的主席 主席就说 大家今天是最终的 最终的 Agency 也不知道 但是这里 找工作真的不难 其实我休息了两个星期 现在 在星期六有新工作 休息了 休息了这两个星期 我都有其他工作 例如去看看车 买了一架车 等车送过来 还有其他东西 遲些有机会再和大家说 接下来的工作 是另一间Agency 也是10磅 一个小时 这间好像更大些 这个Agency 更加可靠 其实英国的Agency 也很可靠 因为大家都是会守法 守规例 因为他也不想被告 还有你是帮他赚钱的 其实你每一天 其实你也是帮他赚钱的 所以大家尊重 还有每个星期出粮 很正的 很准时 星期五早上 你就会收到AutoPay 就不像香港 又要择你一个月 一会儿又不知道 怎样会 又说灭对数 这样那样 各个都有藉口 这里很准时 PaySleep 很清楚 扣了NI 有税就扣税 没有税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我刚刚做 就未扣税 我见其他同事 扣了Tax 他们都是其他 其他 在这个Fenix 做的那些Tam Job 他们都是做一些Agency 工的 他们都是很可靠的 都不会找你笨的 年价有很多 有5.6个weeks 5.6个weeks 香港 我想你要做到很中高层 才有这个数量的年价 在这里 你做基层基层的工 都有的 所以其实在这里 你要过一个很普通 而又舒适的生活 在这里 绝对是比起香港容易达到的 还有你的生活的standard 所有的配套 是令你觉得很满意的 你在香港可能要做到很辛苦 你要搞尽脑汁 我都试过 一个星期七天 其实每天每天都是为了一份工作 老闆是不会理你的 不断的WhatsApp追求你 追求你那样 所以 大家不用想了 真是你稍微一个念头上来 立刻来 趁现在还有方法来到 就算转一两次机 都要死过来 不要说那么多 未有地方住也不要紧要 遲些有机会我再说 怎样住屋的问题 是不是都过来 住酒店 什么都好 不如跟大家说说 我怎样找到这份工作 其实去英国之前 我都上网留意一下 英国有什么网站去找工作 当然 我也知道英国有Monster India 这些网站 我另外找到一个叫Joblift 因为Joblift 工作比较蓝领 因为我都预计自己在英国 会做不回自己本身做的工作 因为我亦都不是专业人士 亦都没有Degree 其实我都是一个很草根的打工仔 在香港的收入也是普普通通的 于是我去到Glasgow 上Joblift 找工作 其实我等到2022年 过了几天 休息足够 好了 过了聖诞了 5日 1月5日开始找工作 其实都是按了几份 不想找大海捞针 因为订得太多 我又怕自己根本都不记得找那一间 所以就送了几份出去 其实去到10日 过了5天 不算星期日 接着公司打给我 问我明天可不可以上班 其实我完全没有印象 他是哪一份工作 他总之叫我明天上班 问我这个地点 是否方便 那我当然是OK 那么近 在自己的村子里 又不需要开车 又不需要坐很远的巴士 那时薪 那时薪 我觉得10磅 一个小时 超过100元 港币 其实都觉得很吸引 也是第一份工作 什么都做 那 其实呢 他就不是在Job Leave 那里 他是 经一个叫做Total Job 的网站 那里去post 那其实这个Job Leave 他一按进去 其实他又会连接到其他 找工网站 的 他就像这个Directory 的形式 那样 他又会连接Total Jobs 一个叫做Sonic Jobs 这些网站 这些网站 还有一个叫做CV Library 那我全部都在这三个网站上面 都有登记的 那每天都有很多E-mail 很多工作 订出来给你的 那所以其实呢 就不用担心 来到这里 是很难找工作 其实我只用了五天 就找到这份工作的了 那这份就是第三个星期的PaySleep 那清楚见到 做了37.5个小时 10磅 这个星期找了375磅 那就扣了NI 没够Tax 那全部清清楚楚的 Eatoday 找了1050磅 那就很清楚 没什么烦的 好了 做了一个月 那介绍大家这两个药 那经常经常 每天都出很多 很大量的 一只叫做 Astorvistatin 很难读的 我都不会读 但是它们是 一看名字 知道是什么 和这个 Omeprazole 那这个Omeprazole 就是胃痛 子胃痛 Astorvistatin 就是 降血压 其实英国人 都很厉害 这两个东西 不知是否 年纪大 或者是饮食 还有很多时候 他们食制了 整天都要吃这些东西 大家记住这两个名字 可能来到英国 都需要买 最后介绍 一样东西 就是一个经常用 在英国 其实是不能缺少的 App 就叫Revlu 可能大家看过其他YouTuber介绍 但是 我也要多说一点 之前他们没有说的 做一个补充 其实我本身也有开Wise 币 我在香港的钱 都经Wise 转过来 但是当你在英国落地之后生活 哪个方便呢 那真的Revlu 就不能挥了 Dukas Copy 其实我也有申请过 但是过程是很慢 又要你安装两个App 安装911 接着又要视频认证 接着又要等它回覆 搞来搞去都没回覆我 于是我就生气 不如试Revlu 十分钟不用 就开了 所以Dukas Copy 我直接都没有再理会 而且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Dukas Copy 它是瑞士公司 它不是在英伦 它不是在London 那里开的 Revlu 就是在总部 是London 坦白说 有什么事 你都可以 是不是坐过 内陆飞机过去 我Glasgow 都是百多磅 是不是 两个钟 不用 就可以去到Headquarter 有什么事 就吵它 也有80磅银行保障 你看看 这个界面 其实它很仔细 每一个月 你的spending 在哪一个方面 很清楚 有小百分比 也可以设定每一个月的budget 多少 和很多各大 retail商 互合作做一些优惠 你看到优惠很吸引 有Adidas 这里有Amazon 可以减3% 其实我之前 也有听其他YouTuber 有register的 什么 TopCash rebay 这样的网站 但我申请了 之后 搞了整个月 它所有我的消费 它经常都说 Pending 永世都帮不了钱 经常说要等等 等了 追来追去等了五六个礼拜 于是我坐去都有味 例如我刚才说 cancel了币 搞来搞去 都不知道有没有一磅 不如在这里 装个revolu 我要买什么 看看有什么优惠 其实大部分 Amazon都可以买到 除非要什么 个别的品牌 这里也可以买股票 as low as one pound 其实wise都有 但wise是刚刚才推出的 revolu 刚刚推出的时候 当时APP已经有这个功能 这样就很成熟 所以其实 所有生活开支支出 优惠 股票投资 什么都齐 你要在这里 买股票 好过 你在top cash rebay 搅拌来搅拌 才省到两三磅 都浪费时间 所以来说 一个revolu 其实我现在 完全是不需要花现金 我的身份 只有一个一磅 的银 有时去超市 用来搅拌到 trolley 所以在英国生活 真的很方便 最后希望各位朋友 如果你想开个revolu 我视频简介里有个银 你可以点进去 申请 十分钟以内完成 当然你要提出B&O 各方面的资料 多谢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给个赞 我有时间会再为大家拍更多影片 拜拜